大家好,我叫蘇怡青,英文名字叫Patrick 我主要是自己白天有一份工作,會接觸皮雕 主要就是為了紓壓,跟如果未來退休之後不知道幹嘛 至少還有事情可以做 所以當初我想要學皮雕也是基於這個原因 對,那皮雕就是我剛有提到說可以讓自己心靜下來,這是真的 所以未來真的大家想要讓自己心靜下來可以去思考很多問題的時候 可以來學皮雕,對 老師有提到說工具買得很不錯,買很多 這是真的啦 因為之前是完全不知道說 應該這麼說就是我會買那麼多工具是只是想買來試 是它的效果 因為在這個 我相信你要去借工具幹嘛 應該是在市場上面也沒有人會真的會借你 你去工作室人家可能老師也不會理你 所以我當初是想說自己還有一些能力的時候 那就買來試 那當然,其實很多時候我買了之後 我會不知道說 這東西,這工具它適合用在哪裡 但是經由這次的課程就是 老師也真的是 就是會跟我們講 那有些地方 有些工具適用在哪些地方 會跟我們講得很清楚 那就是我在課程當中可以知道說 原來我工具還可以有那麼多的用途 對,就是不會說只用一兩次可能就放在那邊 甚至久久才用那麼一次 對 對啦 就是所謂的公寓善期式必先利息器嘛 那我會包含工具主要是因為我自己本身 也是工程師出身 然後所以是 對 平常在做的這些工具 我是比較會有那個概念要去做 做一般的maintain這樣子 好 那 呃 我自己會磨刀啦 所以老師真的 他都說 說要幫我看一下磨 其實我心想也不用磨 應該我還可以幫你磨 幫同學磨 對啦 就是只是我沒有帶工具來 那 真的就是 欸 我不知道要說什麼 我喝一下好不好 很漂亮 很期待 這次是那個文遠老師他第一次開的那個高階課程喔 其實他也是滿懷著 希望 因為我常常會跟他哈拉聊天 那 他也是覺得說 對我們這一班他其實是抱著很大的希望 那所以說 我們這一班的 這一班的同學我發現到 其實大家都非常認真 我相信應該也沒有讓老師失望 那 再來就是 課程的部分 同學之間大家都是嘻哈嘛 就是 那過程當中 文遠老師是真的很嚴格 真的很嚴格 他會幹掉人 對 所以說你們 他講什麼你們還要記住 未來的 如果有阿桑的人 還好 然後再來就是 其實我 會比較 想說 後續如果老師有在 教課的話 是不是可以加入一些 就是 有關於唐朝 繪製的一些邏輯 因為我相信 因為這也是我自己本身的問題 就是 其實我自己是看不懂圖 而且我不知道我下刀線 所以要從那邊開始想 我也不知道說 我該怎麼去讓 圖的完成性能夠更好 更流暢 那都是在這堂課當中 老師很細心的 一直跟我們在提點 一直在講 那這是我在這堂課當中 學到最多的地方 那只是 當然邏輯 我有試著畫圖 但還是有些不是很痛 所以我希望老師說 未來如果能夠開課的話 是能夠 再 著重在這一塊 就是讓同學們 在下刀線之前 都能夠看得通圖 我相信這個 對大家幾乎會更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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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